1997年 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开启了数字化之旅 众多的图书和照片将被收录进数据中心里 这年7月 图书馆员克劳斯发现了一张比较特别的照片 这是一张拍摄于1961年的合影 照片上的7个人在聚餐 下面标示了这几个人的名字 但是其中一个人的名字被涂黑了 很显然照片中有一个人不想让人知道他的名字 克劳斯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位重要人物 经过一段时间的查证后 他惊讶于如此重要的人物怎么能被这样忽视 照片里的这个人 就是对苏联做出巨大贡献的白俄余孽 对盟军做出无私帮助的德国人变 让古德里安衷心感谢出世大王 世界反法一次事业不可忽视的伟大的纳粹走狗 1867年的俄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沙皇亚里卡纳二世 将阿拉斯加以每平方公里4.7美元的价格卖为了美国人 同一年的沙俄也发生了一件小事 为了奖励库班格萨克人在清剿高加索地区中的贡献 沙皇同意给当地一个叫叶卡捷雷诺达尔的小镇 修通了铁路 20年后 叶卡捷雷诺达尔已经被建设成了一座繁荣的城市 到了90年代 一个叫费奥多的捷克小伙来到了这里 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岛爷 费奥多的头脑精明 没过几年就成为了本地有名的富户 成为了响当当的代资本家 几年以后 生意上已经营麻的费奥多转小营为大营 他成功与一位哥萨克贵族家的女儿结婚 1896年 夫妻俩伤了个儿子 取名叫做 面对着这个新生命 费奥多的心里五骨杂粮 他相信自己儿子的前程将是一片坦途 在小龙军的从年时代里 一切都是快快乐乐嗨嗨嗨嗨嗨的 富裕的家庭让他可以无忧无虑地成长 跟一群哥萨克孩子们从物理上打成一片 然后小龙军就展示了自己的特长 吹牛逼 根据小伙伴们的回忆 小龙军虽然打仗不行 但嘴炮能力强的那一天 吹牛逼的能力神乎其神 讲起故事来会真会色 很快就在哥萨克吹出了一片天 在通辽宇宙的众多豪杰里 龙军的童年算得上是梦幻开局 直到1917年 俄罗斯发生了一点小变动 十月革命爆发了 十月革命后 旧沙俄境内的各派势力 纷纷开始表达意见 作为沙俄国内最保守的地区之一 哥萨克人毫不犹豫地组成了反共大军 与红军开始了连番血染 面对着混乱的局势 刚刚成年的龙军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 他觉得 自己这个出身的人 恐怕与苏维埃政府的相处 会不太融洽 资本家的爹和贵族的妈 新政府要是能给他办身份证 都算是法外坚 所以龙军意识到 此时不吃苦 早晚阿卡姆 他决定加入白军 投入到全俄罗斯红白大赛之中 遗憾的是 也许是出门之前忘了拜拉姆 龙军的运气奇差 从他加入白军开始 本来打得不错的哥萨克白军 就开始节节败罪 本来在他参军时 白军已经打到了狠人语肉的龙形之地 罗斯托夫 自从他参军后 白军就一路转进回了老家 几个月后连老家都待不住了 1919年 一群人转进到克里米亚 眼看着就要跳大海 不然间时刻 法国人出手相救 替他们安排了逃生路线 允许他们坐船跑路 到土耳其避难 1920年11月 龙军跟着15万白军和白俄难民 跑到了土耳其 在著名地点加利波利万岛 驻扎了下来 但是 龙军他们丝毫没有 劫后余生的庆幸 因为此时他已经意识到 跟法国老相比 戴英都算是做人的 在侵吞了白军的 足足130多条船之后 法国人答应 为白军军民们提供补给 法国人把他们分成 每16个人一组发往补给 为了表现法国的贴心与温暖 每个16人小组 可以在两种补给中二选一 套餐A 是每天2公斤面包 套餐B 是每天32块饼干 除了人均供应量 比不上仓鼠外 恶劣的环境 更是让他们的处境 时尚加霜 龙军他们被安排 在一个山谷里 优点是有山有水 缺点是遍地都是大蟒蛇刺牙 不过 在法国人的帮助之下 当地的蟒蛇 很快就意识到 都快绝肿了 吃了几个月考舌后 龙军实在受不了了 他决定在蟒蛇灭绝之前跑路 好在他跌在杰克老家那边 还有不少亲戚 1922年8月 龙军成功运到布拉格 在一位亲戚的帮助下 进入了布拉格大学 开始学习法律 遗憾的是 常年进行物理交流的龙军 毫无做提加天赋 挂合挂的荡气回唱 但是由于杰出的吹牛能力 而全校闻名 1927年6月 由于成绩太差 龙军在学校里实在奉不下去了 比能以异业生的身份 离开了学校 按理说 作为异业生的龙军 在社会中应该是很难混的 但是 这时候有格局的地方来了 龙军很早就误出了一个真理 如果我不能改变自身的条件 我就换一个匹配机制 异业的龙军直接离开了布拉格 去了一个叫做穆卡切沃的城市 这个地方历史上 曾经在沙俄 奥匈和波兰之间反复一手 基本处于一个三国管状态 虽然此时的穆卡切沃 处于杰克斯洛伐克的境内 没人介意龙军的异业生身份 他就这样靠着超强的吹牛能力 成功当他的律师 除了找到工作外 他还发现这里因为接近俄罗斯 停留了大量的白鹅难民 龙军就和一群白鹅遗老在一起 每天隐忍着反攻苏联 这种吹牛摸鱼的日子 一直持续了十年 直到1938年 由于欧洲发生的一点小变动 命运将龙军带向了 另一个意想不到的方法 1938年慕尼黑协议限定 世人对慕尼黑协议的印象 都只有英法无耻 出卖杰克斯洛伐克的利益 但实际上 1938年的赢家 不只有德国一家 未来和匈牙利 也从杰克斯洛伐克的手中 获得了一片领土 而龙军所在的莫卡切沃 恰好就被匈牙利给控制了 一个三不管地带 换了个主权 这事按说跟龙军没啥关系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匈牙利一控制这里 就立刻把龙军带走了 此时的匈牙利 掌权的是支持 法西斯的霍尔蒂政权 龙军怎么想 也不觉得自己跟 法西斯政府有啥不对付的 他赶忙对警察解释 大哥 我虽然是俄国人 但我跟苏联不共戴天 我不亲共啊 抓我干啥 警察倒是说得很明白 知道你不亲共 但是你亲俄呀 你天天在匈牙利的土上 跟一群白俄一老搞在一起 你想干什么 说 你是不是准备颠覆我国政府 对于这个指控 龙军非常无语 我们何时要颠覆匈牙利呀 警察也不跟他废话 除了就是了 经过数天的大机器恢复术后 龙军还是一个字都没招 没招的原因 倒不是因为他硬气 实在是确实没什么可招的 他和那群白俄一民在一起 本质上就是一群loser 在抱团取暖 聚在一起口响体操 其实跟公然大爷 想起没啥区别 但他之所以被抓的原因是 他的吹牛能力 实在过于接触了 每天在酒吧里叫修 我们白俄数十万天兵 不日就要反攻苏联 别人信不信不说 庞庭的匈牙利警察 肯定是信了 因此才把这个危险分子 抓了起来 就这么一直审到了 1939年12月 实在审不住什么的 匈牙利警察也无语了 只能把他送进了 布达佩斯的监狱里 而在这里 龙军认识了一个 跟他同样倒霉的人 理查德 考德尔 考德尔是个奥基利犹太人 1938年德奥合并 由于纳粹政府 对犹太人的态度不太勇善 因此考德尔赶忙跑路到匈牙利 按照逃命出来 考德尔应该低调一些 然而 跑到了匈牙利的他 却发现了一门暴力生意 贩卖签证 由于纳粹的迫害 从奥基利跑出的犹太人非常多 考德尔在布达佩斯落脚后 迅速开始了杀熟 贿赂官员买了签证后 转身就表示 我要给家营们带来一点福利 然后把签证高价卖给了其他犹太人 狠薄了一波羊毛 不过 由于羊毛薄得太狠 缺了大德的考德尔 很快就被其他犹太人举报 然后就被送进了通牢笼场 也许是上帝的玩笑 崩遍了命运的鬼道 在布达佩斯监狱里 缺了大德的考德尔 恰好就跟龙金 关在了一个牢房里 应该说 龙金的一生是有自己的坚持的 起码在吹牛这件事上 做到了从一而中 即使无辜入狱 身负重伤 但龙金依然坚持 对自己认识的每一个人吹牛皮 在布达佩斯的牢房里 已经被打得伤神累累的龙金 还是硬挺着精神 开始对考德尔吹牛皮 比如 我们白俄的复国组织 京城团结兵强马壮 已然在苏联安插数万内应 那这人要怎么怎么行 说怎么怎么灵 倍儿骂好使利利害害 只在实际一道大棋一举 兴服俄士怀孕救毒 再创我沙俄天朝啊 当然了 画完了大饼 龙金还夹在了一点私货 面对着挣了不少黑钱的考德尔 龙金动情地说道 兄弟 现在有一个好机会在你面前 此时你只要区区数十万英镑投资给我 在天地反正 余内成青 沙皇陛下重做大同 兄弟你并不是公约之赏啊 这样一个好机会你忍心错过吗 一句话 我 沙皇 打钱 龙金那边吹的昏天黑地 考德尔表示情绪稳定 一辈子坑风拐骗的 他怎么可能上这种邪道 但他也并没有反驳龙金 反正监狱里也没啥娱乐 就在单狗箱上听挺好的 时间来到1940年2月 监狱里的犹太人考德尔 收到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 匈牙利警察顾不上审判的 决定把他释放 坏消息是 他的签证被视为无效 因此 匈牙利政府准备让他哪来的回哪去 把他送回奥地利 或者说 把他送回纳粹德国 这他妈还不如都捐狱 作为犹太人 在送回奥地利的路上 考德尔真的崩溃了 他奴隶的想怎样才能活命 想了想去最后只有一个混招 打不过就加入 当然 在当年纳粹丧心病狂的 迫害犹太人的情况下 这也是很多犹太人的无奈之举 但问题是 当年想投放纳粹德 犹太人海了去了 不拿出点真东西 怎么让德国人留自己一命呢 考德尔回顾了自己一生 发现自己除了扮假证以外 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本事 可是 正在他接近绝望的时候 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就是给他吹了几个月牛逼的 育有龙筋 坦率地说 从跟龙筋认识开始 考德尔就是非常清楚 这人在吹牛 但是他从常识上认为 吹牛顶多是对现实的事情 加以夸大和渲染 就算龙筋再吹牛 但他肯定也得有点圆形吧 总不能完全是假的吧 不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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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考德尔来说 这根唯一的救命稻草 他必须抓住 回到奥地利后 考德尔直接进了监狱 然后他赶快向德国人报告 我有一名好朋友 可以为你们提供苏联的详细情报 别杀我 我替你联系他 应该说考德尔是幸运的 当年德国在维也纳的情报 和警察组织部门的主管 是雷德维茨伯爵 作为一名老柏林郑黑级的 世袭贵族 组织跟着比斯曼入国关的 雷德维茨伯爵 对纳粹很不感冒 因此对犹太人没有那么残忍 更重要的是 伯爵大人隶属的情报组织 就是我们在加西亚那集里提过的 德国在二战中 最为倚重的优秀情报组织 阿波维尔 对于考德尔的举报 伯爵大人非常重视 由于意识形态过于恶臭 二战中纳粹想找个 愿意给自己提供情报的 现役人很难 想要搞苏联的情报就更难 因此 接到报告后 伯爵大人立刻行动 1940年秋天 在考德尔的引导下 伯爵在布达佩斯 见到了已经被关得快发霉的龙金 到了布达佩斯后 伯爵当面询问龙金 您是否能够动用 贵组织的关系 为我们提供苏联的情报 此时的龙金 表现出了惊人的冷静 他深知疫情勿动的道理 低头沉思两久后 他表示 你们德国已经跟苏联签订了 互不侵犯条约 而我们的目标 一直是推翻布尔什维克 咱们俩道路不同啊 正当伯爵大人准备解释时 龙金话风一转 当然了 我们也看得出 你们跟苏联签的这个 互不侵犯条约 也是全因一之计 如果贵国能为我们的 复国事业提供足够的帮助的话 那我也可以刻意向上级请示 为你们提供情报 倒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听完这番话后 心情如坐了过山车的 伯爵大人震惊了 太严谨了 太靠谱了 他立刻表示 我国与贵族组合作的意愿是真诚的 只要情报准确 钱绝对不是问题 你就说个事 我去找总部勤款 听完这句话 龙金当场分裂 我们组织的努力工作 是为了光复祖国 需要的是你们的支持和帮助 谈什么钱 俗 一看你们就不具备伟大的理想 听完龙金这句话 伯爵大人愧疚了 太伟大了 太值得敬佩了 他立刻表示 钱财只不过是了表谢意 其他支持自然是少不了的 只要归组织能够提供情报 咱们什么都好商量 就这样 龙金才勉为其难的同意 收下了一点经费 然后表示 我要前往意大利 向组织的领袖当面汇报 伯爵大人连连顶头 几天以后 在意大利的龙金 向德国人提出了 总指挥提出的两个条件 第一 所有情报 阿博维尔都不能询问情报来源 否则怕我们的间谍暴露出去 第二 情报一律由考对尔副作中转 我们不接受你们的直接指挥 对于这两个条件 雷德维茨伯爵满口答应 他心碍于自己慧眼失音 精准地找到了 龙金这么个可靠能干的妙人 伯爵心细于 自己可以直接利用 这么一套庞大的情报 接下来就等着苏联人输麻了 虽然龙金表示 钱财乃身外之务 但伯爵大人未表诚意 决定在经费上 肯定还是不能差事 他批准龙金成立了一个克拉克局 给予了可以支持50个人的预算 并且可以让他自行决定办公地点 在拿到经费的两天以后 龙金带着一份厚厚的文件 交给了雷德维茨伯爵 表示时间有点仓促 暂时就这四份情报 你先看看吧 面对这一罗子情报 伯爵大人目瞪口呆 你别问准不准 你就说快不快吧 雷德维茨赶快打开文件 四份情报都是关于 格鲁基亚的苏联空军基地的 情报价值先不说 光是格式一致 记录方式一致 伯爵大人更加欣慰 四份情报是从维修人员 调度人员 裤管和飞行员四个角度的记录 相互印证之下 可以推断出苏联空军很多细节 而且龙金的组织 显然也有情报分析师 在文件的后半部分 已经给出了分析结论 伯爵大人连连感慨 太专业了 太靠谱了 又过了几天 龙金又把一大节文件送给了维也纳 依然是相同的格式 细看内容伯爵更惊了 这不是阿尔兰的情报吗 那边也有你们的人 龙金听后微微一笑 表示 我们的组织那是清朝之下 五脏俱全 全球各地都有我们的人 哥们儿你赚大发了 面对拥有如此实力的组织 伯爵大人唯恐支持力度不够 立马又追加了一大笔预算 龙金要求 他想把克拉特局的办公地点 放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 伯爵立刻批准 还额外给了一笔按加费 不用谢 这是我们活该的 1941年3月22日 克拉特局在索菲亚正式成立 从这一天开始 阿伯威尔就开始 源源不断地 收到了龙金传来的情报 在伯爵的想象之中 克拉特局的办公室 一定是摸剑兼容 来自全球各地精锐特工的情报 云集于此 然后再由专业人士 经过缜密分析后 再汇报给自己 实际上 龙金在索菲亚的办公室里 只有一部发报机 用来往维也纳发报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通讯装置 连个广播都没有 他的所有情报 全靠就地原创 素材来源是一张 德国人给的军事地图 和苏联与德国两边的报纸 私事漏事 唯武德行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疑惑 他自己原创的情报 难道不会被揭穿吗 实际上 为了保证自己的可信度 龙金的情报有好几项优势 苏德战争开始后 龙金的情报开始迅速增加 这些情报大部分的格式 都是这样的 9月22日 一个步兵师 一个坦克师 三个坦克营和一个骑工团 从叶莱茨转移到 利福尼附近的前线 有时间 有地点 有部队规模 在阿波威尔看来 是相当不错的情报 不过 前线的德军将领纷纷表示 最好能有部队番号 和对方军事主观名字 这样才能推测出 对方大致的任务内容 光有一个模糊的描述 实在没有意义 阿波威尔很快 就把前线的需要 转达给了龙金 但是龙金立刻表示 你这个要求超方了 前线战线一日三遍 红军部队不断打乱重组 我能拿到这些情报 已经很不容易了 还要啥自行吃 就这样吧 我手机没有了 对于龙金的说法 阿波威尔表示 贸实贸实 怪我们没有体谅 这些前线特工们的苦衷了 所以 德军将领的要求 也就没了下文 因此 要理解龙金的情报 前线德军主要靠自己脑补 他的大多数情报 都是模棱两可的 类似于 我今天吃了个橘子 挺甜的 一点都不甜 吃了一个不甜的 很甜 在德军的脑补下 他的情报总能有压重的 没压重的也被忽略了 而除了可以靠着脑补外 龙金的另一个优势是 他的情报突出一个亮大广宝 在海峡的另一侧 龙金的西班牙同行加西亚 靠的是精心编血 来欺骗纳粹 而龙金则不同 他使用的是穷局法 只要我编的够多 就总能蒙对一些 就算是盲局 打多了也总能打中吧 1941年6月 巴巴罗萨行动开始 仅仅在半年的时间里 龙金就上交了 足足2000多份情报 1942年则达到了 惊人的3500份 平均每天都有 接近10份的情报 被送到阿波威尔 由于情报太多 阿波威尔都分析不过来 只能要求龙金 把东西线的情报 分别承送 在整个战争期间 龙金总共为阿波威尔 提供了足足1万多份情报 占据了阿波威尔 收集的东西线情报的 足足79% 沉浸在巨大幸福感中的 阿波威尔 根本没时间统计准确率 数量多到泛滥的情报 前线的德军是非常不满的 德国海军就曾经 跟阿波威尔抗议道 你们给我们的200份情报理 把地空海 几乎所有的港口 都列了个遍 每个都说是盟军的攻击重点 话中连不整个克布尔 都算上是吧 那这种情报 我要了有什么用 阿波威尔对此的解释 非常合理 你想啊 盟军的攻击目标 肯定是动态的 我们的情报肯定是准确 你们根据情报 重点防御后 他们还没进攻 我们就预判了 所以他们就改目标了 这很合理啊 这不显得你枪法准的 除了亮大管宝 描述模糊外 龙金还有另一个绝活 就是他可以猜出 德国高层的心理 他根据德国报纸和广播 推测德军高层的判断 然后根据他们的心理 来编写情报 这甭管准不准 至少纳粹高层看得爽 以为自己神机妙算 就算是否证明情报错误 也不好意思追究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龙金的情报 几乎完美的 契合了德军高层的 所有战略误判 为纳粹高层的每次误判 都提供了冲突支持 比如在苏军天王星 行动发起之前 龙金对德国高层 提供了五种 苏军可能反攻的方向 却唯独没有写斯大林格勒 所以 当你了解了龙金的 所作所为之后 你不得不感叹 二点德军的强悍 在如此离谱的情报支持下 他们居然可以坚持到1945年 完全是靠战斗力强在死顶 除了以上的特点之外 龙金还偶尔搞一点小花活 比如1941年12月 他就要求阿伯威尔 让前线德军确定 是否在基辅地区 俘虏了一个 叫萨摩伊洛夫的苏军军官 那是我们的县人 如果你们俘虏了他 千万留个活口 见到如此要求 阿伯威尔不敢怠慢 立刻向前线发报 要求尽快核实 萨摩伊洛夫的身份 一旦发现 立刻后送 四天后 阿伯威尔给龙金发电 以资讯基辅前线 暂未发现俘虏中有此人 是否扩大搜索范围 两天以后 龙金回信 不必了 萨摩伊洛夫已重新 与我取得联系 他在战斗中受伤 右腿皆知 目前在古比雪佛 无信念操作学校当教官 收到回复的阿伯威尔 心里又多了几分钦佩 果然是首眼通天的情报大师 线人已经遍布苏军上下了 实际上 龙金一系列情报的漏洞之多 已经到了让人 一望人知的程度了 比如他声称 自己手下负责东线西线的负责人 一个叫马尔赫斯 另一个叫莫里茨 这两个姓氏在德国的地位 大概相当于中国的书克贝塔 因为马克思和莫里茨 是德国一本很畅销的儿童读物 可是就这样 阿伯威尔还是没觉得有任何问题 因为再明显的漏洞 也架不住人家会自己脑补 帮龙金把漏洞远回来 随着战争进行 阿伯威尔对龙金越来越依赖 1942年以后 他被授权直接向柏林汇报 然后当他的情报 源源不断地送往柏林时 有一批人震惊了 谁呢 伦敦军情武部 在二战中 德军情报部门 对于英国来说是单向透明的 所以1942年3月 军情武处就知道了 这个可以提供大量情报的克拉特局 然后他们惊讶地发现 这个部门除了可以提供苏联情报外 居然还可以提供英国情报 不对啊 这不像是阿伯威尔能整出的活啊 感到震撼的军情武处 立刻感到了恐惧 这肯定是我们组织内部出了叛徒 给老子查 一定要查明白 这个克拉特局的情报来源 就这样 军情武处和六处进行了总动员 开始内部肃反人人过关 一定要挖出埋伏的叛徒 可惜的是 始终没有发现叛徒的踪影 同时 六处的特工在海外封招几个月后 也没有发现 克拉特局情报网的蛛死马迹 只知道这个组织的总部 大概在保加利亚一带 正当军情武处感慨 对手隐藏之身时 伦敦的情报分析部门 给了他们惊人的结论 经过认真分析 我们发现 克拉特局提供的情报 准确率低得简直丧心病狂 西线情报准确率 大概只有10% 东线的更低 只有8% 德军有这样的情报来源 何愁不讳全军覆没 看到敌人的情报 如此不靠谱 军情武处和六处 没有任何高兴的感觉 他们迅速想到了 一个更可怕的真相 一个人可以为纳粹 提供如此多的错误情报 而且还被踩信 水平这么高超 只有一种可能 他是苏联卧底 意识到克拉特局 可能是苏联精绿卧底的 军型武处不敢怠慢 决定一定要把这个组织找到 他们迅速组织精绿特工 前往保加利亚 一定要找到这个苏联特工 然后 当英国的精绿特工 抵达保加利亚时 惊人的发现 这项工作没有丝毫难度 他轻人一举的 就找到了龙筋的身份和住址 还给他拍了大量照片 如此顺利的原因是 作为特工的龙筋 吹牛习惯没有丝毫改变 只工作不玩耍 聪明的龙筋也变傻 在索菲亚 他每天都跟酒吧里的人吹牛 说自己是阿伯维尔的精绿特工 全程上下 就没有一个人不知道 他是德国特工的 很多九五八长客 连他的工作面容和新思赖语都能说出来 根本不用打听 此时的龙筋丝毫不知道 自己的军情武处定上了 他比较发愁的是他换了个领导 1944年 雷德维茨伯爵掉走了 继任的领导 也是一个在通道宇宙中 露过两四面的人物 奥托斯克尔之内的战后领导 莱因哈特·盖伦 作为一名忠诚纳粹 盖伦要比伯爵大人认真得多 他要求龙筋把办公地点 搬到布达克斯去 龙筋不愿意 但哥文静不够玩具机 事实证明 布达克斯果然不是好地方 1944年7月 已经盖世泰宝冲进了龙筋的住所 一枪拖把他打翻 龙筋你被捕了 被捕以后的龙筋 见到了同样被捕的老御友考对 他一瞬间就明白了 挽留事漏了 这下真是大本钟下机快递 一边摆来一边记了 抵达阿波林后 哥俩立刻被分开替身 龙筋准备了一肚子话 准备解释 为什么自己的情报准确率 不是他的意象 正当他开始扑速时 盖世泰宝给他一记重拳 问你什么大事吗 别说废话 龙筋吓得赶快点头 盖世泰宝问 你最后一次见 冯雷德维茨是什么时候 龙筋傻了 然后回答说 今年二周末 雷德维茨掉走后 我去给他送刑 随着审讯一问一答的展开 龙筋发现 对面的盖世泰宝 对自己的兴趣不大 所有的问题 都是围绕着雷德维茨展开的 龙筋很奇怪 伯爵大人这是犯了啥事的 第一次审讯结束后 龙筋在监狱里 赶紧打听了一下情况 然后就震惊了 原来在7月20号那天 有人想要在狼瘸炸死希特勒 施涛分贝格刺杀案 是二人后期的一次壮举 德国国内的反对派 准备通过刺杀希特勒 推翻纳粹党的方式 来结束战争 1944年7月20日 施涛分贝格上校 在希特勒的会议室里 引爆了炸弹 并几乎成功 然而由于巧合 希特勒没死 正面形容失败 这场失败的刺杀案 让希特勒在德国内部 发起了一场大惊喜 5000余人被处决 龙美尔被逼自杀 而不幸的是 雷德维茨伯爵 就是被牵连的人质疑 讽刺的是 对于龙金编解情报的事 盖世泰宝没有任何察觉 但是火大尿黄的盖世泰宝 也不愿意放了他 看架势是准备把他干掉 对此龙金毫无办法 命运交给小黑鲁 一天到晚就是苦 然而就在这生死一线的时刻 有个人站了出来 他对盖世泰宝表示 这些年来 克拉特局一直兢兢业业的 为帝国服务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他们肯定不可能参与 雷德维茨等反贼的阴谋 给老夫几分薄面 把他们放了吧 这位在关键时刻 拯救了龙金的乌斯豪人 在德国确实也有一定的地位 叫做海因斯·威廉·古德里安 古德里安为何要保龙金 说法有很多 一种说法是盖世泰宝的说行 另一种说法是 古德里安觉得 龙金提供的情报 很符合他的判断 这应该是个知己 还有说他收了黑田的 甭管怎样 反正古大将一张嘴 龙金这种小人物 自然就被立刻释放了 1944年 龙金走出了盖世泰宝的黑牢 这次才真的被吓破胆了 死活不再继续编情报 果断跑到了慕尼黑 躲了起来 然后都又被带走了 1945年4月30日 美军占领了慕尼黑 整代多时的军情武术 迅速带回了喜行王时的龙金 把他带回了伦敦审问 自从确认了 龙金就是苏联卧底后 武术驴一直憋着 将苏联一军 龙金被抓进来 和我一栋狂沈 说战争期间 你都干了什么事 龙金都吓尿了 大哥 我承认我给 阿波贝尔提供过情报 但我那些情报 都是编的呀 从现实作用来说 我这高级 得算个地下工作者呀 我对德军的破败 给我个奖账都不对呀 武术的特工表示 老子当然知道 你的情报是互编的 我让你说的是 谁让你编的 谁帮你编的 这个直击灵魂的问题 把龙金给问蒙了 谁让我编的 钱让我编的呀 谁帮我编的地图和报纸啊 见到龙金不老师 古初的大哥们 笑得欲花猙獰了起来 不肯说是吧 你不说我也知道 是苏联的内务委员会 老实交代 像你这样的苏联 卧底还有多少 他们的名字 身份不知 此时龙金的心里 只有一个字 震惊 他想了好久 才明白英国人的意思 然后惊呆了 大哥 你们抓人 不做背景调查的吗 我他们是白军出身 知道啥是白军吗 反动派 上路灯的那种 我在卢斯托夫流过血 在加利波利吃过蛇 我跟苏联有一腿 我跟他们能有个腿啊 对于这些说法 军情武术是通通不信 另外这就是个 诡计多端的苏联间谍 每天玩命的考拉龙金 折腾了几个月后 武术没想到 这个人还是如此嘴硬 于是想了个坏招 他们决定 把龙金被抓这件事 透露给苏联 然后说咱们准备处决他 如果这个人是苏联间谍 那苏联一定会出面捞人 找点借口引渡什么的 这样就能印证 这小子就是苏联卧底了 我们军情武术 这事太专业了 专业的计划 要找专业的人来执行 最终 在武术的精挑细选之下 他们选择了精明可高的 金菲尔比先生 来执行这个计划 金菲尔比完美地 执行了传递信息的任务 龙金被捕的消息 直达斯大林 由于这件事情过于离谱 以至于斯大林也下令 展开了内部调查 查一下 这个是不是真的是自己人 经过苏联内部的评估 各部门百分之百确认 龙金不知自己人 但是 他做到了无数 苏联间里都做不到的事情 在看完龙金的情报后 苏联的各单位都郁郁了 情报部门惭愧于 自己的作用 为什么连一个骗子都不如 军队则惭愧于 为什么跟这种情况下的 德军还打得如此辛苦 不过 英国人的算盘肯定是落空了 苏联各部门一致认为 还是让他留在英国好 如果他将来被英国人招安 对我们的好处更大 伦敦的武术 日夜苦等苏联反应 没想到田狗有武术 苏联不回复 对于龙金的被捕 苏联没有任何反应 最终 军情武术于1947年释放了龙金 至此他们终于确认 原来这个人 真的不是任何一方面的间谍 对于他的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 法西斯和反法西斯阵营都沉默了 惨遭各方嫌弃的龙金 就这样回到了木尼黑 因为几年来的波浇经历 他在战争中攒下的钱 早就已经消失殆尽了 一切只能从头再来 此时 50多岁的龙金决定找一份安全的工作 一份他真正喜欢的工作 有什么工作 是适合人成牛逼 同时又安全的工作呢 出租车司机 一段时间后 灭黑的市民们就发现了 街上多了一位不知疲倦 砍大伤砍的天花烂坠的出租车司机 由于素材充沛 精力丰富 龙金给乘客们讲的故事精彩之极 由于他讲的实在太好 多年来有很多乘客 因为轻易入民 而要求延长车程 成为了德国出租车界的一段神话 不过 对于自己失去的特工身份 龙金还是感到惋惜 常做一些自作多情 又掩耳盗铃的行为 比如照相纸露半边脸 或者把照片上的名字涂黑等等 其实此时的东西方 都已经对他没有兴趣 但老头自己依然自得其乐 他的战后依然坚定反苏 晚年收集了大量 所有内战的历史资料 后来都和个人照片一起 一并捐赠给了博物馆 1987年7月20日 龙金因心脏病发作 病适于木金黑 由于动机离谱 以及没有加入任何阵营 龙金在战争中的巨大贡献 基本不为认知 只有一张张 被他自己抹去名字的旧照片 记录了这个 没有荣誉的反法一字战士的 黑色幽默的故事